這一次釋憲的結果 基本上大部分這一次上半年修的法令 大部分都違憲 對 大部分的 那沒有違憲的也都不痛不癢 所以呢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調查委員會的部分 院會可以組調查委員會 但是呢今天大法官直接跟你講 司法調查中的 審判中的你不可以調查 或者是已經調查審判完的 你不可以調查 那什麼東西可以講 所以我說為什麼這一次的這個大法官釋憲 根本就是混帳 混帳釋憲 因為他把民意機關的權力 限縮到最小 人家講分立 權力分立是說大家平等 他很抱歉 他是說司法權優先 監察權優先 這個考試權優先 總統權優先 但是呢 你立法權最後 那這什麼叫分立啊 這是在限縮立法權的這個權限 如果今天在野黨 你杯葛人事統一權 不行時就叫違憲 他把這個東西定義出來 好 政黨違憲會比較好 違憲三 所以我才說 當然那個要去經過一個 憲法法庭的審判 要有人去告 當然我必須說 要走到這一步很困難 但是我說 他們在文字裡面 用這樣的方式去講說 不行使同意權是違憲這件事情 是很荒謬的 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